一只海塔突然跳上了游艇 看样子像是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原来就在刚刚小家伙遇到了虎精的追杀 所以才吓得匆忙地跳上了船 看见海里的虎精并未走远 小海塔转身就想要爬到船舱里 可他却犹豫了 似乎担心这样会给船主带来麻烦 于是重新回到了船尾 在确定周围并没有虎精的身影后 小家伙便跳进了海里 船主看见不远处的虎精又朝小船附近游了过来 害怕海塔会有危险 于是急忙跑上前查看情况 还好小海塔十分的聪明 知道虎精肯定潜伏在附近 所以就一直靠着小船 在听到船主的呼喊后 小海塔迅速地游了回来 然后再次爬上了船 结果虎精又一次扑了个空 眼见水里的虎精来势汹汹 此时的小海塔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直接就往船舱里面翻 可由于自己个子太矮 船舱的挡板又太高 小家伙根本无法查看外面的情况 可怜的小海塔只好转身向船主求救 船主也不忍心 如此可爱的小海塔会命丧虎口 于是开始观察其虎精的动向 最后还是希望在好心船主的帮助下 小海塔能顺利地逃过这一劫